郭sir,其实我的儿子对比A的儿子和B的儿子好很多 怎会不用我的儿子呢? 我想我太太也是不停的 有机会不会是不停24小时的 有机会就会争取一下和老师说一下我的儿子如何 大家好,我是Colin 我是家乐sir 今天我们选择了这个话题 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奇怪的家长呢? 你是否呢? 我见过很多奇怪的家长 你是不是奇怪的家长呢? 我应该是 很奇怪 那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珂湖鼻智型的家长 你是不是珂湖鼻智型的家长呢? 还不中你呢? 我见过很多 某程度上有时候会有的 例如去那些公园琴的架子 我常常很怕它会掉下来 在那里托着 但是我见过很多家长坐下 踹着脚在那里玩 小朋友呢 其实我小时候都在那里 在那里琴 但我还在那里怕它跌 怕它跌 那算不算奇怪呢? 我觉得家长会丑在那里多一点 反而工人在那里斗着 我是其中一个的 是 因为我很忙的 觉得自己 大家觉得他比较奇怪 还是比较奇怪呢? 那真的见过不少奇怪的家长 首先呢 每次一定有什么呢? 就是有家长拿着水 冲进牆里面给小朋友 又或者有些小朋友 脱鞋带的时候呢 他们会即时离开这个球场场地 就冲回去找爸爸妈妈脱了鞋带 接着第二个鞋带 通常呢 这些呢 就是第一个鞋带 所以小心 入班贴士 第二个 别人的错 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你有没有犯过这件事呢? 就是觉得自己的子女 没有理由错的 然后就说 肯定是你 有没有呢? 我就少一点 反而我作为一个教练 在球场上面就见很多家长 在场外面说 你个儿子刚才那一刻就比得坏了 你个儿子刚才那一刻为什么不射啊? 你看看我个儿子 交个球机 对了 反而作为教练 最害怕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教练听到 小朋友也听到 所以他们听到的时候 就觉得 现在爸爸又不喜欢我 刚才那样 就令到会有点点紧张 我们最不喜欢的 我被人说过一次 我整天就 说这些就是什么 永远只是看到 别人的错 那件事是什么呢? 我在读K1的时候 其实他是重复K1 因为我想他做大B 所以其实他那些 英文ABCD那些 就已经 不是 我想他舒服一点 其实他在那时候 A-Z那些 其实他是懂的 或者 会有那些 比如说那些 Apple 或者一些简单英文 但是在学期中的时候 英文老师就跟我们说 就说 你的小朋友要回去恶补一下英文 因为他连ABCD都没懂 那我就说 不会 没理由的 他认识的 然后我有一个家长朋友 立刻说 你这些家长不是这样 经常说 人家错人家错 我说 嗯 我自己有个很大问号 我有跟当时的老师说 其实会不会是他怕丑 因为我们就会知道 他那个英文的程度 在当时 然后老师就说 那我先回去 尝试他 让他不怕丑 后来他跟我说 原来他真的认识的 自己真的怕丑 我也不敢说 看看第三题 重视考试成绩和功课量的家长 那自己做一点的分享 应该是你了 而且要去出功课 去收功课 逐个要改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去准备 所以有时候要想一下 有些家长会觉得 好像不够功课 好像学校没做过 其实不是 就是那个努力量 其实已经比平时多了很多 我老婆那个工事 你说在家做而已 但是他的准备是比平时多 所以有时候家长觉得 好像学校没给功课 那就要减学费 其实 我老婆这些是受害者 我就没有想这些东西了 因为这个就是 其实做大B 和做小B的分别 因为做大B的时候 因为到了那个年 基本上很多东西 他已经懂 你不需要逼他做功课 他自己会觉得 这个功课这么简单 可能五分钟已经做完 所以那个成绩是不会差的 就是如果你说幼稚园 幼稚园其实都没有什么成绩去计 但是起码 那些功课他不需要担心 这个就是 可能做大B 和做小B的分别 就是各位家长 如果想选择逼个子女 很辛苦写个A字 还是你说都不用说 他自己一声写了 就迟一年读书 最重要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功课量 就不代表 就是做得多功课 就会好的 始终的质量也很重要 这个下一题 对比型的父母 是不是很多呢 就是说你那些教练班 会不会很多的那些 我的儿子比较好吗 郭sir 我的儿子打前锋OK 有些家长会喜欢走过来 郭sir 其实我的儿子 对比A的儿子 B的儿子 好很多 怎会不用我的儿子 就是很多这些 作为一个教练 其实要解释 是需要的 但是到最后 是不可以改变的 其实你儿子就比这两个 就是这些 可能说那个潜质 或者表现 可能暂时是还没有 因为始终 就是小朋友 还有一个 potential 去发展 但是现在家长 是太过喜欢觉得教练一场球 你一定是选择最好的十几个 但是其实球员有很多潜能的嘛 尤其是小朋友你10岁12岁的时候 其实都没发挥过潜能出来 甚至高矮也差很远 有时就觉得就是 你逼得教练那么紧要 其实最终呢 教练就不教你了 就对你的子女其实没什么帮助的 这件事跟大家讲一下 最后这个 24小时不停向校方老师 就是其实不停地嗑索老师 老师问老师其实我的儿子行不行啊 老师我的儿子行不行啊 这个一定是你 你代我的老婆 当然啦我老婆教书 始终她都不想说 有时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学教练 其实跟家长是建立一个关系重要 但是有时都会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例如好像香港队的集训 我们之前已经曾经说 希望那些家长在旁边 有些什么事的时候可以询问 或者给一些鼓励 那到最后最后呢 我们基本上最后赶上所有的家长上看台了 因为很多家长呢 喜欢在一场边在那里出声 喂 你还不舍 你不要扭啊 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小朋友是听到的 就是很多的家长 我们看到这些家长 我们都很不喜欢 不如不要出声啊 不如 就是试过曾经在旺角大球场 U13 香港队的比赛 我教了的时候 听到一个家长 舍啦 想不想 就是小朋友是真的那一刻 即刻要反映的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教练 其实我自己很不喜欢 太过管住自己子女的家长呢 我又是读习的 真可憐 我想我太太都是这些 不停的 有机会 不可以是不停24小时的 即是有机会就会争取一下 跟老师说 啊我儿子怎样啊 其实我儿子怎样啊 在学校怎样啊 我儿子应该怎样啊 我儿子读什么学校好啊 我儿子学什么型啊 我经常听到他这样问老师 即是一有机会他就会问 所以其实一个总结呢 我发觉 谈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呢 我想不会 都是一个奇怪的家长来的 我就希望不想见到那么多奇怪的家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的总结 看来我都无缘把我儿子送去跟你学习球了 好 跟你说 拜拜